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安裝直播分享的車種別呢 應該是沒有在直播上跟大家分享過 因為這一台的話呢 我們台灣應該只有出個大概七八台而已 然後今天剛好有場內有好朋友介紹來安裝 所以今天有直播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台車呢是Honda的RiC 是13年之後14年之後的形式 代號是RC1 2400cc NA 也是地球夢的引擎 然後今天要做的動作呢 是裝KT的道路板避震器 這台車呢 前面一樣是麥華城的懸吊系統 後面的話呢彈簧跟面器是分開的 哈囉小助理好 前面的話賣花城 前面賣花城 他的上座螺絲齁 跟CRV的五代還蠻像的 是長這樣子 這是前面的避震器 我把電風扇關掉 小豬你又來了啊 這台是奧德賽 我們沒有分享過 一起來看一下 前面 前面的話呢 是賣花城嘛 他的懸吊系統其實還蠻單純的啦 上座的話呢 就四顆螺絲 然後兩角的話呢 跟一般的日系車比較相近 這是ABS的感應線固定座 對呀 這台車真的還蠻超值的 然後來這裡是那個油管 這是油管 然後離載串的話需要換短的 因為原廠離載串很長啊 所以 他的固定位置的話 在這裡的話就需要換短一點的離載串 哈嘍 漢虹你好 這個是2.4NA引擎 前面 HONDA的話呢 設置都很方便 有做一個維修孔 往上做的維修孔 從這裡打開之後呢 從這邊呢 就能做軟硬的調整 很方便 這台車是剛交車沒多久 是18年的 2018年 前面的上座 KT的話呢 這台車 一樣是有30段的軟硬調整 從維修孔這裡打開呢 就能做軟硬的調整 他的維修孔把它蓋起來就像這樣 裡面一樣有 我們一樣有附上座的軟層 上座的話呢 不用再拆原廠的來使用 直接KT的裝上去就可以了 裡面的軟層呢 是一樣是日本KOYO的軟層 車主的朋友很帥 你認識車主喔 真假 這裡 這裡前面的話呢 是220厚6公斤的 因為我們這台車算休旅車 所以配的有比較舒適一些 阿彈簧也有刻意把它拉長 拉長形成 這是前面的部分 後面的話應該要跟大家特別介紹一下 沒有燈嗎 我來跟大家介紹一下後面的那個上面可調的部分 這是後面的懸吊系統 彈簧在這裡 Hiloki在這裡 這是後面的桶芯 他的相對位置 跟 Clavia Toyota的Clavia很像 斜向後手的 所以上座的話呢 跟FIT 或者是 小車一樣 他上座是沿用沿場的一些這些機構 但他後上座要怎麼調整 哈囉阿凱你好 後上座的話 一樣很貼心 有做了一個維修孔在這裡 所以椅背呢 往後掀之後呢 就可以從第三排的椅子 這是第三排 第三排的椅子 側邊呢 有做了一個維修孔 維修孔打開之後呢 就能從這裡做軟硬的調整 哈囉明姐你好 這個是後面的 後面的 後面的 後面的部分 那後面的 電風扇 謝謝 後面的桶芯齁 因為這台車呢 就沒有做全照式的防塵套 為什麼呢 因為他上部呢 的行程比較深 上座比較深 所以上方呢 就沒有辦法配全照式的防塵套 但這個防塵套呢 也是專用的規格 大家看一下這個密合度 都是專用的規格 裡面的話呢 有藏了一個 緩衝饅頭 後面彈簧的調整機構 Hiro key Hiro key 是坐在這裡 拍得到 過鋪 過鋪 在這裡 好 上面的話呢 調整機構在彈簧的上方 預計 預計這台車的後面 原先大概三尺半 等一下會微降 微降大概到兩尺幅左右 還都可以在這裡 彈簧下方的橡皮呢 就要沿用原廠 我們來看一下 他原廠塞下了的零件 所以後面也很方便 直接這裡就有做一個維修孔 彈簧的後上 後上機構的話 在這裡 這個就是後上機構 後上橡皮 這個需要拆掉 我們就有附了 後面上部的機構 就要用原廠一些固定座 這是原廠拆下來的 奧德賽 2.4 沒有踢啦 對 這台是2.4啦 沒有踢啦 這台如果2.4踢的話 那馬力應該很可怕 吼 NA的 2.4MA的 這台是2.4 也是地球夢的引擎 沒有踢 對 沒有踢 我有打錯嗎 這個 有 有 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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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道路板呢 所使用的用量 裡面是用MOK的油封 然後是IP 義大利IP的主尼油 現在超前的可以 這車頭也很漂亮 這是紫色的 2.4 後面差不多OK了 好 滑門其實很方便 也比較安全 像那個上座螺絲 車主等一下 把電池弄好之後 等一下要去 預計 預計 這台車 這個也是電動 電動尾門 預計這台車會 大概做到兩指幅所用 但降下來一定會比原廠好看很多 因為這台本來就 就有測圈 前面有大包的樣子 整體的價值應該CP值算起來應該比PREVIA還要來得好 好 糟糕電話電話 電話一直進來 如果朋友有問題 可以再跟我們的小編 KTE的小編 資訊 或者是需要試乘 然後不只是奧德賽 其他的車種別 如果有需要試乘 的話 可以跟我們聯絡 OK 電話一直進來 所以今天的直播分享 就到這裡了 謝謝大家 奧德賽的第一次直播分享 謝謝 掰掰